印度即将超越中国,引印度网友热议,中国人会嫉妒我们吗? 想必大家对印度也是很熟悉的,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国家,而且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源源,所以导致我们并不是特别喜欢印度人。 但是,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国家,而且他们的特色也是我们无法接受的,例如在平民区里厕所大多数都是露天的,而且这里也是一个不注重卫生的国家,大家都知道他们上厕所的方式,也是非常图特的,上完之后,就用水冲洗一下手就接着做饭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忍受不住想要凹吐了,这个国家确实是这样的,而且这里著名的河流横河污染得非常严重。 但是在当地人的心里,这却是一条特别尊贵的河流,很多人在来这条河里洗澡的时候,来洗涤自己的灵魂,都会带一个塑料瓶子装一些水回家,每天喝一点。 甚至在这条河的周围,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垂死的老人,在这里等待死亡的来临。 而大家都知道,印度人口数量也是非常多的,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里,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,而中国一直保持了上千年时间的世界纪录,也即将被印度超越,在不久的将来印度,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。 而且印度即将超越中国,由于今年来,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所以,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,但是印度不同,他们没有实行这样的政策,所有人口数量增长的倍数,也是非常可观的。 如今,中国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4多亿,而印度即将超越中国,根据相关数据显示,直到2018年底的时候,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占据了世界人口的18.82%,在世界上排名第一位。 而紧追求其后的就是印度人口,占据了世界人口的17.86%,而根据人口增长的速度,专家做出了相关预测,在2022年的时候,印度可能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,但是这件事情,却以往印度网友热议,中国人不会嫉妒我们吗? 对于这些印度人来说,他们首先并没有想到人口增多,会给印度带来什么样的威胁,而是在热议,中国人会嫉妒他们吗? 大家都知道,虽然中国的人口很多,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国土面积十分广阔的国家,而且中国可以居住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,就连道路也比印度要宽敞很多。 但是印度人口增长对他们来说,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,因为一度的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,但是这在印度看来,并不是值得考虑的事情。 其实印度一直以来的,最终目标就是成为世界强国,不管是在经济、科技创新上,还是在人口数量上,只要可以达到世界的顶端,就可以引起世界人们的注目。 但是人口数量再多,也并不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如何,我们中国现在国际实力这么雄厚,也是我们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结果。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,你对着这篇文章有没有想要什么评论的地方呢? 欢迎在下方指点一二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